我們看到新聞市長朱立倫他推動內閣制 並且主張修憲公投 要和2016的大選綁在一起 明天到處於蔡英文昨天呢 則是說明年上半年要召開國事會議 邀請各政黨以及公民團體 共同商討重要議題 不過他本人是到底支持內閣制 總統制還是雙手掌制呢 蔡英文沒有直接回答 只說這個命題 這個問題呢是很大的命題 要等社會凝聚共識 共同來協商來解決 而他也說這場國事會議 他歡迎馬總統來參加